历史世界频道 228事件是台湾于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的事件 1947年2月27日 因专卖局茶几员在台北市茶几撕烟时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死伤 引起28日的陈情抗疫伤亡 更扩及后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占官署 本省人对外省人报复攻击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中华民国国军逮捕与镇压杀害台湾民众 此事件造成民众大量伤亡 此事件亦称作228大屠杀 228革命 228起义 228事变 228惨案 228明辩等 228日齐名称取自引发全岛性抗争行动的行政长官公署 卫兵开枪事件的发生日齐 1945年 国民政府接替日本治理台湾 然而来台的军政人员 府经历中日战争 抱持着胜利者的优越感对满是日本风的台湾生起排斥与歧视的心态 而长期在日本统治的台湾人民 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 生活习惯 卫生条件等缺乏了解 建文了来台人员的言行之后 由原本的满怀期望转变成失望 又因来台人员的法纪观念不佳而接连发生违法犯纪情势 与台湾日治时期的军政效率和治安形成明显对比 使得台湾人民对国民党与长官公署感到反感 于是在政策不善 军纪不佳 官员贪腐 经济通膨 民众失业 经济倒退 歧视打压等情形下 导致官民关系越趋恶劣 终于因一起饥烟血案而使累积一年多的民怨爆发 1947年2月27日 专卖局茶几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茶几撕烟 因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一死一伤 成为事件导火线 隔天民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 但遭公署卫兵开枪扫射 使原先的请愿运动转变成为反抗政府行动 台湾在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后 至3月6日已蔓延到除了澎湖外的全台湾 外省人受波及 遭台及民众攻击伤亡 依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公布4月25日 228市变革县市外省同胞死伤之统计表 造成外省人死亡52人 受伤1364人 失踪10人 而监察委员杨亮公之 228事件调查报告 则指出外省人死147人 伤1364人 事件期间的各地组织民兵进行武装抗争 并以台中一带谢雪红等人领导的 二期部队教聚规模 虽然地方士绅组成 228事件处理委员会 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宜协商谈判后 各地冲突稍缓 但陈宜仍请求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 蒋介石自中国大陆调派军队增援 增援军队于3月8日起陆续抵达台湾 在各地展开武力镇压 随后更实施清香 228事件造成大量民众伤亡 根据行政院公布的228事件研究报告 总计死亡人数有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 228事件发生当时与台湾独立运动无关 当时几乎没有台独的倡议 但是陈宜于3月2日向中央政府请求派大军以平怨气25时 蒋中正虽训令陈宜及军队不得报复 且派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白重启宣导 禁止军警滥杀无辜 他府来台湾就制止军队和警察滥捕 滥杀无辜 强调在押人犯必须依法经过公开审判 且除了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 外都不究责 但下层并未遵照指示 导致伤亡惨重 并让台人对中国感到失望 更成为后来台独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228事件是台湾现代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之后台湾紧接着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 至少数万名民众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死亡失踪监禁 228事件数十年来成为禁忌的话题 成为后来族群对立冲突的原因 历经国民党政府多年严密封锁与禁声 在党外运动人士对党国体制的持续冲撞下 228事件在1980年代后期的台湾 已经逐渐可以公开讨论 而不必担心因为触犯禁忌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 政府和学术单位也对事件进行大量研究 1995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兼 中国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公开向228事件受难者道歉 各地陆续为受难者建立纪念碑与纪念园区 中华民国政府后来将2月28日订定为和平纪念日 并制定228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 对受难者家属进行赔偿和恢复名誉 但台湾每年到了228和平纪念日前后 还是分传抗争与蒋介石同像 及228纪念碑遭破坏之情事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